大脚新讯息 我们扮演了帮助者的角色 而你们也有了被帮助的经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你们所有人建立了这种关系 你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你们生活中的所有关系 每个与他人互动的人都在扮演一个角色 也许你们正在扮演一个使他人振作起来的角色 也许你们正在扮演一个体验富足 并且对正在体验匮乏 需要帮助的人慷慨解囊的角色 你们总是可以选择如何看待生活中的各种关系 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 你们选择了这些人进入你们的生活 你们选择了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原因有很多 但所有的原因都有可能引致更多的灵性成长 人类意识的更大进步 更多的扩展到你们作为源头能量存有的真实本质 再说一次 这完全取决于你们如何看待这些关系 然后你们可以选择如何在这种关系中体验自己 而不是扮演你们认为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倾听来自你们内心的指引 因为你们的内心总是对一切了如指掌 我们也会帮助你们 因为这是我们的角色 我们喜欢扮演他 我们选择发自无条件的爱 而来到你们身边 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感觉 我们无条件地爱你们 而且我们知道 不管人们是否有意识地接受这种爱 我们的无条件的爱 对人类集体意识的整体会产生影响 这就是我们此时在这里要帮助的方面 这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 一个伟大启蒙的时代 也是一个有更多觉知的时代 你们的觉知来自于你们的经历 但你们也可以在任何特定的时刻 选择你们要注意的东西 选择爱 选择扩展 选择更好的了解真正的自己 而不是由于他人愿意为你们扮演的角色 而评判他人 不管这是怎样一个角色 也不管他们有多坏 让你们自己顺其自然 跟随能量的流动 它带你们进入越来越高的意识水平 当然 提升到这些意识水平是必然的 但是当你们选择他们 当你们选择成欲这股能量的浪潮时 你们就会感觉到与源头 与无条件的爱 与你们真正的灵魂本质有更多的连结 这就是你们来的目的 除了探索这些不同的关系 以及他们如何能全部被你们和其他每个人体验到之外 我们热爱我们作为帮助者的角色 当我们看到你们中的一个人或更多的人敞开心扉 接受我们的帮助时 我们心生欢喜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